選舉一定要買票 沒有權不會當選 鏡頭前大膽說 想當選沒錢免談 這真的是苗栗選舉的真實寫照嗎 時代力量立委王婉玉 在臉書直指 每十個苗栗人 就有六個自己或親友曾被買票 那人就這個呢 如果你是苗栗人你會生氣嗎 我覺得還好 我不是當晚 我沒有很關心選舉 跟你買票你會投他嗎 我不會 多數苗栗人被問到都很低調 但根據王婉玉公布實例在當地的調查 572人中超過六成 自己或親友都有被買票的經驗 比例相當高 而且沒票的金額落在500到2000元不等 過去長期以來 我們小時候其實面對的 就真的是這些真正人物們 長期的買票的行為 又或者是透過各種綁裝的部分 來進行投票的這樣子的綁架 這顯示出來說 其實我們過去的理解 是真實的存在著 批評苗栗長期被派系跟黑金把持 幾乎是選舉吳師傅用錢買就有 王婉玉更把矛頭指向縣長 徐耀昌放任昆宇案 要大家別選出跟黑金為伍的縣長 長期以來這樣子的政治結構 其實都沒有被反轉 那我們很希望是能夠讓大家看見 並且重視包括說我們看到 還有大概接近八成的人 不相信苗栗的這些政治人物的財產 財產的身貌是真實的 韓花翻轉苗栗 王婉玉透過數據榴彈 掃射苗栗政壇 TVBS新聞李國正麗品 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藍 我們在匯磨